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崭新观点 看两岸 好 两岸之间的食安互动非常的频繁 今天我们为各位所介绍的 就是在目前的禽流感的危机当中 我们大家要怎么样安全的吃 这个很重要 请到的是实力媒体的编辑 也是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系毕业的 黄怡伦小姐 怡伦早 Coco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这个真的是你来的正式时候 因为柯P说只要把那个 跟前流感有关的东西煮熟了就是薄瓶 那他讲的应该有道理 对 这一段时间 你们俩你也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消费者怎么样自保食安 先告诉我们 我们的这个老委会 对不起农委会 他们不是禁载了七天吗 没错 你们的 你从专业的角度 跟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这七天 确实是有对禽流感的这种 这个疫情的防止 它扩散有帮助吗 对 因为其实 台湾今年是第一次发现 H5N6的禽流感病毒 那它的潜伏期大概是三天到七天 那距离上一次的案例是2月15号 所以现在已经过了七天了 就是八天都没有传出案例 那照理说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所以农委会昨天晚上宣布 现在已经结束 对 是这样的原因 可是不是有H7H8 什么H7N8什么东西的 目前就是还有H5N2 H5N8 但是它们是属于比较低传染性的 对 而且对人类比较没有危害 但是H5N6是高传染性 对 目前中国出现情传染的案例 对 所以那一能从你都了解来看 这一波的危机 差不多开始 从高峰开始 这个降下来了吗 我们只能说目前是暂缓 但是因为就是现在是 候鸟来台的季节 所以在这期间 就是可能病毒还会有 其他交叉作用 这是我们现在还没办法预估的 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因为这几天天气又冷了 本来天气热一点就比较好嘛 对不对 对 那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 吃东西 那我们消费者来讲就是 就是要常常洗手 不要乱摸东西 不要摸那个禽累的分辨啊 对 而且就吃东西之前一定要洗手 OK 还有什么其他的 我看你写了六大这个 注意事项 对 那第一点最重要是 就是大家买禽肉的时候 鸡肉 鸭肉 鹅肉 鹅肉都是 一定要选就是有房间局 屠宰 卫生合格的标章 因为这种是它在养殖的时候 就有兽医去监控 确定它是健康的 然后在屠宰的过程 也有兽医把关 所以这种吃下去是比较安全的 那不要购买就是来历不明的肉 因为它可能就是有一些失宅场 就是可能生病的鸡 丢到失宅场去屠杀的 那种就比较危险 对 那还有的话就是 大家不要自行宰山 因为可能有人家里自己养鸡养鸭 然后想说自己杀 但其实你在杀鸡杀鸭的过程中 它的血液可能会 就是病毒可能会写着血液肺溅 然后溅到人身上 人就有感染的可能 如果它有病毒的话 这个蛮危险的 对 所以其实就是这段时间 家里自己养鸡养鸭的 真的要小心 然后还有就是 肉一定要煮熟的再吃 因为禽流感病毒 而且它不耐热 它大概70度左右就可以被消灭了 鸡的肉是 就是禽类的肉 就是鸭啊 这个鹅啊 鸡对 鸡鸭 对 然后还有就是 蛋的话一定要清洗干净再吃 对 因为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买 席选蛋 因为还是就是把病菌都洗掉 比较安全的蛋 但是如果一定要购买 非席选蛋的话 你要注意就是买回家 还是要先用水 把它洗干净 然后放在冰箱的时候 也要注意 不要跟其他食物放在一起 避免交叉感染 对 然后还有就是 生食跟熟食处理的器具要分开 因为可能妈妈在厨房 就是生食跟熟食用同一块砧板啊 同一个菜道 那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生食上面可能就是还是会有病菌 它会带到熟食上 所以你吃下去的话 就可能还是会有感染病毒的危险 好 这个味道 这个生食跟熟食的这个砧板要分开来 你不能说 这个用鸡肉啊 这个什么东西啊 去切了半天之后 那个砧板没有洗干净 然后要去把熟的肉 嗯 放在上面 或是熟的乳菜啊 什么上去切一切 然后把它放盘 对 这样熟的肉就是会有病毒感染的危险 通常比较 比较细心的爸妈 或说这个 厨师主厨 应该不会这样做吧 对 然后就是 因为你摸完深的 你要去摸熟的 你要先洗手 对 嗯 好 嗯 然后就是像个人安全卫生部分 而且像这段时间 就最好不要去有 就是 养殖场附近 对 然后摸到 清雕的粪便的话 一定要赶快清洗干净 好 这是这个六大注意事项 这是黄艺人小姐 实力 媒体的编辑 这个来告诉我们 因为她自己是公共卫生 这个系毕业 这个 非常的专业 你请教你 那今年的疫情会比以前严重 好像还好吧 是不是她都有季节性的 这个 嗯 对 情况呢 其实今年的疫情跟往年比起来算还好 但是因为今年就是多了一个H5N6 因为它是高传染性 所以大家才会比较戒备 嗯 对 那其实禽流感为什么每年都会传播呢 每年都会禽流感发生 因为禽流感其实就是 鸟类的流行性感冒 嗯 就跟人类有流行性 每年都有流行性感冒一样 嗯 对 那它病毒是每年一直在变的 就算同样是台湾 韩国日本 通常都有H5N6 嗯 但是它基因序列还是会有些不一样 所以它可能产生的症状跟毒性 又是有点不同的 他们的流行性感冒会 阿咻阿咻吗 嗯 对 就是鸡的流行性感冒 好可怜哦 对 所以他们也会集体它这个 嗯 来这个传染嘛 对不对 嗯 对 那他们有流行性感冒的疫苗吗 嗯 有 但是因为疫苗的话 以养殖厂来说 它可能那么大批的鸡 它全部都要买疫苗来打 成本也蛮高的 对成本也是蛮高的 所以还是会有很多业者觉得比较 但现在农委会其实也有推 就是疫苗买医送医 嗯 对就是降低成本 但是每年快到了 有流行性感冒 就跟人疫啊 就这什么天气冷 他们也是天气冷的时候 嗯 其实应该是说 每年就是夏天的时候 嗯 就是各个候鸟 都会在西伯利亚那个地区 对 就是产卵啊 生蛋啊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 他们会飞到南方去壁东 对 那台湾 就是全球总共有九个前途区 嗯 就是候鸟飞的路线九条线 对 那他们在冬天的时候 飞到这九个不同的地方 九个地方有不同的病毒 嗯 他们可能就是会感染到身上之后 夏天再飞回去 然后九种病毒交叉感染在一起 所以免得会有新的病毒产生 就新病毒了 对对 哇 这病毒好难杀哦 对 不过这一波 这个 那你观察就是 我们的民众消费者 的应对这件事情 好像比比往年要好一点吗 我觉得以前大家好像比较 比较有点恐慌 现在也知道 这个禽流感是季节性的 然后你熟食就可以了 买鸡蛋的时候小心 当然是因为我自己 比较少去传统市场了 那我去的都是超市啊 那一般的传统市场里面 这些业者 比如说卖鸡蛋的 卖鸡肉的 这些业者 会不会也比较提高警觉呢 嗯 其实现在就是政府都有禁止 菜市场自己是屠宰 屠宰 对对 所以就是有禁止 那民众还是要小心 就是不要去买温体机 因为温体机的话就是 那个温度是最适合 细菌繁殖的温度 我听到没 不要这个以为说 啊我看了一只鸡 然后我选择一下 然后就在现场就宰掉了 可是很多传统市场 还是这样子啊 对 所以这真的是比较危险 大家现在这段非常时期 还是要避免 嗯哼 那要不然就养成饮食习惯 就不要有这种 买这种鸡不就得了吗 对我觉得 就是这几年来讲 就是消费者真的有比较 愿意支持这种政策 对 好最近这几天讨论 最激烈的就是那个 温泉蛋 可不可以吃啊 还有那个 我们吃早餐 西餐里面 它都会有那个 Poach the egg 对不对 就是那个 嗯 白煮蛋啊 然后那个蛋 蛋黄就有点溜溜的嘛 嗯 嗯 那到底 还有什么糖心蛋啊 那这些蛋黄能吃吗 就是 就是你如果要吃那种蛋 你蛋就是要选合格的 西选蛋 那他们煮好了 我怎么知道 就是 对 餐厅给的 所以这段时间 民众还是要小心一点 就算是已经是水洗的 嗯 水洗的还好 可是因为你也不知道 餐厅用什么 对啊 对 所以你还是要 就是这段时间 大家还是要忍耐一下 什么糖心蛋啊 温泉蛋啊 那自己在家里面 就不要 嗯 不要 煎荷包蛋的时候 就是还是让那个 蛋黄是煮熟 对 所以 连蛋黄也是这样子 严重哦 对 因为它就是整个病毒 可能会 因为你在打蛋的过程 那个病毒可能会 跟着蛋壳渗透进去 对哦 那就算是 西选蛋 嗯 这个我在打蛋的时候 要快快的把它放到碗里面 让它不要跟那个蛋皮 这个 接触在一起吗 嗯 应该是说 西选蛋 它是把表面的病毒洗掉 但是 我们不确定在运输 跟你保存的过程中 会不会又有 细菌感染在上面 哦 对 所以在用之前 就是还是先把它洗一下 就算它已经洗选蛋 你在煮之前 就把它再洗一次 好了 其实鸡蛋 被认为是最好的蛋白质 对不对 所以把它煮熟 千万不要贪图 那个 其实那个蛋黄 如果大家吃荷包蛋都知道 蛋黄如果半生半熟的时候 是其实比较好吃 对对 其实这段时间比较没办法 现在打这段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昨天的农委会已经啊 嗯 这个停止了 这个也就是结束了七天的进载期 那H5N6 这个 的这个 新的这个病毒的防止扩散 似乎农委会是比较有把握的 嗯 对 就是目前是看到成效的 好 啊 那接下来这个 嗯 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这么早 很多的妈妈呀 爸爸呀 你们送完小孩上学 或者说运动完回来 就会去市场买东西 这个时候买东西都是在 嗯 嗯 陈运的附近的传统市场 对不对 或者是开放的那个 呃 呃 呈尖市场买 对 啊 那大家就注意啊 这个以前的妈妈的习惯 是一边自己选一只母鸡 然后就亲眼看着母鸡 啊 这个被屠宰掉 这个习惯现在可能要改变一下 要改变比较好 啊 听到没 不是我说的啊 是我们的黄一愣小姐 她是哈 专业人士 她是台北医学大学公众哈 卫生系 毕业而且她在上这个实力媒体啊 担任这个专业的编辑 等一下呢 呃 我们要介绍的是实力媒体的哈 最新的一期第六期的报道就是啊 揭开婴儿奶粉的神秘面纱 宝宝不能说喝了什么 宝宝喝了什么宝宝不能说 真的啊 这个可能很多妈妈很害怕 我们悬疑一下妈妈爸爸 因为啊 小孩不能说 所以要说给爸爸妈妈听 马上回来 请你不要走开了 寇寇早餐 等一下呢 八点到九点 我们要访问潘维刚啊 委员 好久不见了耶 欢迎你继续来到寇寇早餐节目 今天呢 是二月二十四号咯 明天开始有四天的连续的假期啊 我们呢 刚才为各位介绍奔放音乐工作室 在二十六号 在奔放一昌库台南的环公路一百零七号 下午两点半的演出 徐志摩的升华之夜 以及二月二十八号七点半 晚间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出啊 同时呢 这个实力媒体 在三月初也安排了一场 跟情流感 饮食安全呢 这个环境安全有关的一项讲座 对不对 在现场的是实力媒体的编辑 黄一龙小姐 一龙告诉我们大家 这个讲座是免费参加的 就是我们在三月十四号 在敦南成平地下室二楼 就是我们会有个情流感讲座 我们会请第一线专家学者 来跟民众讲解 情流感防疫的状况 要事先报名吗 要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上我们的粉丝团去看 我们有更详细的资讯 好 三月十四号这一天呢 是礼拜二 对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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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敦南成平 对 他们的影视厅非常好的一个地点 非常好的一个讲座的场所 那有实力媒体免费提供给听众朋友 这个跟他们的读者 但是你要上他们的粉丝团去报名 因为座位还是有限的 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你们这一期 第六期的报道 揭开婴儿奶粉的神秘面纱 宝宝喝了什么 宝宝不能说 宝宝也不会说 但他是会用 他是会用他的眼睛说 哭哭说 或者是用他的咯咯咯 打嗝说 不是吧 就是宝宝会用身体的反应告诉你 对啊 到底婴儿奶粉有什么神秘面纱 因为光是这个题目 我看就对非常多的 这个父母来讲 就是很寸物惊喜 我们新闻街好多人 最近都要生小孩 对那个TVBS的侯庆离航 就快生了 然后还有还有 那个拼儿报的何泽新 他刚生了一个孩子 好多好多呀 我们新闻街都有好多人 他们刚生小孩 赶快告诉他们这个故事 就是我们会取这个名字 就是揭开婴儿奶粉神秘面纱 是因为台湾法规规定 一岁以下的婴儿奶粉 是禁止任何广告宣传的行为 对 所以就是妈妈们在电商看到 都是一岁以上 那变成就是 那一岁以下的这个宝宝喝奶粉 怎么选择呢 对就是大家只能去药局问药室 或是问医生 或者是副染科医生 对 可是就是也没法一直去问 然后不然就只能上网查资讯 可是我们在做这个杂志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网路上很多资讯都是错误的 是吗 给我告诉大家 我们讲的这个 这位是公共卫生系的专业人士 他不只是实力媒体的编辑 他还是专业的 专门的这个实力媒体非常非常负责任 他们在做这个食品安全部分呢 这个有新闻的编辑 也有专业的人士 那一轮来过我们节目很多次 这个他具有公共这个卫生的专业的背景 来告诉大家这个婴儿奶粉里面有非常多不对的资讯 这个很严重啊 因为现在的父母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的父母 都是在网路上面寻找资讯嘛 对不对 对 没错 就是大家网路上我们发现会有很多迷思 对 然后跟错误的观念 所以我们这次是从婴儿奶粉的原料 它从哪里来的 乳源从哪里来的 然后怎么生产制造啊 还有就是网路上的迷思 跟它婴儿奶粉里面的营养成分 还有现在大家最夯的水解蛋白奶粉 到底有没有效 我们就为大家解释了 好 好 请你继续不帮我们做说明啊 因为像就是水解奶粉 像很多妈妈都会想说 哎 台湾小孩过敏的比例越来越严重了 都会想说 嗯 水水蛋白就是可以治疗过敏体质啊 或是可以抗过敏 所以妈妈就会直接选择 水解蛋白给小朋友喝 可是其实在医学界是说 如果你的小孩是严重过敏的体质 才需要喝水解蛋白 那一般的人就是会想说 妈妈都想说 哎 预防心态啊 还没过敏就让他先喝 这样以后就不会过敏了 他生下来可不可以马上就知道 他是不是过敏体质类验血啊 可能就是对 要验血 但是因为很多妈妈就是不会这样做 就想说 那就直接给小孩喝水解蛋白 但是其实水解蛋白 他只是把牛奶里面大分子 因为牛奶的分子跟母乳的分子 比起来牛奶比较大 所以宝宝很容易消化不良啊 会过敏啊 对 所以水解蛋白奶粉 他只是把大的蛋白只切成小的小的 然后让宝宝比较好吸收 所以他只能预防 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小孩 那他对空气过敏啊 其实他皮肤接触性过敏 其实是没有效的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 法规就规定不能广告 所以妈妈们就是资讯不充足的情况下 就会想说 业者都说可以预防过敏体质啊 自己要过敏 就都会就是相信 但是他只能预防对牛奶蛋白过敏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不一定要选那个水解的这个婴儿奶粉 对 而且因为水解蛋白 他只是延缓小孩遇到过敏的时间 就是你六个月以后 你最好还是要换成一般的蛋白 对 但是其实医学又有说 就是你越早让小孩接触过敏源 其实反而让他增强抵抗力 你让他长很大才结束过敏 反而他没办法适应 哦 所以他小时候 如果跟这个红尘事件相结合的话 会比较健康 对对 OK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像 然后我们有去拆解 像母 就是婴儿奶粉 它的粉都是从哪里来的 对 然后我们就统计之后 询问业者啊 然后看各家广网 发现最主要就是从澳洲 然后跟欧洲来的 嗯 对 然后我们在就是做这个 对不起 我差点个问题 婴儿奶粉就是把它造的 跟母乳的营养成分 应该是一样吗 对 所以它 婴儿奶粉吗 洁净所能的跟母乳成分 但是它还是没办法 百分之百一样 哦 所以母乳还是最好的 对 其实母乳还是最好的 所以为什么婴儿奶粉 百一岁以下这个政府 现在的卫福部是禁止做广告 主要是因为希望妈妈们可以 就是推广母乳 让孩子这个喂母乳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母亲 如果能力范围或身体范围之内 大部分现在都比较 对 接受喂母乳 台湾补育母乳的比例 算是全世界蛮高的 当然我们这个环境要 这个非常的friendly一点 这个当他喂母乳的时候 公开场合等等 不要给人家这个一些比较排斥性的回应嘛 嗯 对 嗯 好 那接下来咧 你就说奶粉是从欧洲跟澳洲来的 对 就是这两个是全球最大的奶粉生产的 有专门做婴儿奶粉的乳牛吗 嗯 有 然后也有专门做婴儿奶粉的厂商 其实婴儿奶粉跟其他奶粉不一样 就是它法规非常的严谨 因为那是婴儿唯一的食物 但是那个乳牛 它也是一般的乳牛吧 对 但他们只是安全控管 健康控管都是更为严格的 所以说婴儿奶粉的工厂是婴儿奶粉工厂 对 哦 这个还值得我们大家信赖啊 对 就是如果大家 像妈妈如果去买婴儿奶粉的话 就是你要注意 如果她有生产一岁以下的话 其实她的奶粉是蛮可以信赖 因为一岁以下 哦 这个厂牌 对 这个厂牌生产一岁以下 嗯 因为它的整个生产线 是受到非常严格的规管 嗯 嗯 嗯 对 那如果只有生产就是一岁以上的话 就是大家还是要买就是比较大的品牌 嗯哼 嗯哼 所以你们这一期有把 那个相关的品牌做比对吗 或是这个它的这个来源啊 你们有原料片呢 有产业片对不对 有这个食饰片 跟这个嗯 这个关于婴儿奶粉嘛 对不对 那原料片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你要看那个标示的原料 嗯 对 然后就是有些妈妈会有些迷思 嗯 就是说就是大家会觉得比如说哪里 哪一国的卤粉一定比较好 嗯 但其实没有 只要它是安全控管 就是有检验过 其实它都是安全的 我小时候这个啊 我不是我小时候 是我年轻的时候 每次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我的朋友们都在生小孩嘛 所以你就有的时候 他们生小孩 那时候就说 女生呢 生女生送什么样的奶粉 生男生送什么奶粉 你记不记得啊 嗯 对 现在真的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 其实就是没有 男女都喝一样的奶粉 OK 好吧 就是选择可以信赖的品牌就好了 哦 这个 按照你这样子 你们的这个报道 其实日本的 嗯 这个 嗯 婴儿奶粉市场 在台湾占的比例还是蛮高的 嗯 对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 就是台湾统计婴儿奶粉市场 最高是雪印 哦 对 那像是 这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对 然后像明智奶粉 那些都是日本的品牌 嗯 雪印奶粉呢 也是吧 对对 雪印跟明智都是 日本奶粉吗 对不对 对 那他们的原料来自哪里 澳洲 嗯 就是原料 就是欧洲澳洲不一定这样 啊 日本好厉害哦 对 但因为 日本人的食品安全 还是有一定的 世界上的 就是 形象上的生意 在台湾 在台湾卖那么好 台湾人特别喜欢日本 对 大家就是比较心态吧 哦 真的啊 那另外呢 加格 对 嗯 还有新安其二 现在是哪 哪些啊 这个 呃 纽西兰的就是 哈 卡洛塔尼 啊 它是婴儿养奶粉呢 对 卡洛塔尼 大家应该比较有印象 就是他们养奶的广告 对 很多啊 对 他们是台湾现在 比较知名的推出养奶粉品牌 可是养奶粉有一个味道啊 那 不过小朋友刚生下来 你就骗他喝养奶粉 他也不知道 他以为世界上的奶粉 就长这样吧 不过就是 为什么就是要推养奶粉 是因为养奶粉分子 比牛奶小 哦 所以就是会说 这样宝宝会比较好消化 那你会推荐 小朋友刚生下来 就喝养奶粉吗 不过还是要看 因为养奶里面 还是有不同的过敏源 所以还是要看 宝宝体质适不适合 那台湾也有一个 自己研发的品牌吗 对 有 新安其二 对 但是它的乳源 跟工厂 还是在国外的 哦 是 就是说乳源仍然是 澳洲 澳洲还是比较干净的大地 对 澳洲跟欧洲 好 那 好 那喝奶粉 要注意哪些事 像就是说 出生的婴儿 还有比较大一点的婴儿 跟成长的奶粉 对不对 那 有一些小朋友 因为妈妈的母乳不够 那他喝妈妈的母乳 又喝婴儿奶粉 这样是可以的 这样是可以的 只是宝宝 可能味道会有点不一样 如果宝宝可以吃 应该的话 其实是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 亲戚 他有一对双胞胎 他生的孩子里面 那个大女儿 很早就不喝妈妈的母乳了 可是那个 双胞胎里面 那个小的就要喝母乳 这同一胎都这样不一样 所以真的是 每个小朋友 他的喜欢的味道不一样 他们可能 就是母乳的 那个身体的触感 对他来讲 也比较重要吧 对 然后就是我们 这本杂 就是我们杂志 也替他解说了一下 就是到底婴儿奶粉 有哪些常见的迷思 好 这个我们来看 这个第六期的 十里媒体 这个四季刊的杂志 那最后这个 三十秒钟 你来告诉我们 宝宝不能说 那宝宝他 如果说的话 他用什么方式说 我喝了这个东西怪怪的 就是如果发现宝宝 粪便就是 有奇怪的味道 或是宝宝皮肤出现异常 然后宝宝咳嗽 出现不舒服的症状 其实就要去 赶快去询问医生 是不是对奶粉过敏 他们是医生下来 就会 就会 就会喝牛奶 然后唯一的 主食就是牛奶吗 对 他们唯一的主食 就是母乳或是奶粉 对啊 他应该几天之内 就会有反应吧 对 对 好 这一期 揭开婴儿奶粉的神秘面纱 这些不同的厂牌 今天我学到了 原来我们在台湾 还是日本的这个 婴儿奶粉的试占率是最高的 台湾果然是一个哈日的国家 不但日本东西是真的很好 如果他管是这个严谨的话 谢谢你 谢谢伊伦 谢谢 谢谢